第2次战雷赛局全解析 中年庆打折活动已经结束 但BVVD整了个美苏德等次顶级热门礼包全部不打折的花火 但这也使得众玩家把目光转向了T55 AME这类幸存者的身上 可喜可贺的是 圣诞节打折活动即将来临 第2AV是否打折我们暂且未知 而T55 AME的打折应当是顺利进行 所以这期视频会让诸位更加深入地了解这场赛局 以更易评判系直播者的您入手 T55 AME苏系6级金币礼包赛局 官网价格为449人民币 比T7LV稍便宜 目前为街机历史全真8.7群众 8.7恰好完美避开的10.0及以上的魔鬼群众 以T55 AME为主力车型则永远看不到次顶的一票神仙 但是街机可能会被CV90105狼群等车干 随着中期一票8.7队列被拆 苏8.7队列又有了更多的施展拳脚的空间 我们从火力 机动 装甲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为使数据更加科学严谨 我将8.7各非导弹车主力车型的数据 进行收集制程表格如上图 各位玩家可以暂停或截图浏览 T55 AME拥有一款100毫米D-10T2S坦克炮 它的弹药颇为丰富 拥有钢针 炮射导弹 破甲弹 装药弹 榴弹 APDS和烟雾弹 其主力弹种为钢针3BM-25和炮射导弹9M117 3BM-25在10米的垂直穿身为335毫米 对于60度倾斜装甲的穿透力为129毫米 强制跳弹架为80度 弹速为1430毫米每秒 这款钢针常受人诟病 其差劲的喉嚨和在中距离刚好卡在敌人装甲连接值的穿身 让无数的玩家都抓狂 和692G处在同一权重时 常常为这两辆车比较当中调分了一个点 9M117炮射导弹为架数指导 10米垂穿为600毫米 60度斜穿为300毫米 最大飞行速度为370米每秒 虽然非串联弹药 但面对防御力不够的包反 仍然能够轻松穿透 从来可以穿小树和栅栏 但是只能穿一点点 面对较大的障碍物 仍然是没有办法穿透 值得一提的是 该导弹跟随炮进准形瞄准 因替物AM炮塔战术比车体慢 加上战雷导弹特有的惯性 几义出现视频中 因转向而使导弹偏移目标的情况 ABCBC装药弹 为经典的BR412D 其垂穿为239毫米 60度斜穿为82毫米 装药65克 后脚很好 如果刚正在层面一发没有打死 可用装药弹补刀 破甲为经典3BK17M 垂穿为390毫米 由于该车具有堡垒炮射导弹 因此少用破甲 OFC12榴弹 垂穿为27毫米 由100炮装药过少 仅1.46千克 且垂穿过低 因此一般不带 3BM8为垂穿336毫米 60度斜穿为128毫米的APDS 一般不带 因此采用人力装填 因此该车的白板装填时间为9.7秒 满级王牌成云组装填时间为7.5秒 浮阳脚为-5度到正16度 复杂地形作战能力较差 在锅盖头中仅比692G的-4度浮角烧好 一共可携带42发弹药 其中第一弹药价为18发弹药 由于个人不太擅长使用导弹 因此个人的弹药配比 仅供参考为 钢针比导弹 等于14比8 擅长使用导弹的朋友可以将此被比颠倒一下 来到8.7同级对比 T数掉重复度极高的几辆车和弹种 我们将19辆车的主力弹种动能弹的垂穿进行了排列 自上而下由弱到强 显然 T5 AMB的3BM25垂穿累弱 排名第15 其倒数第3 不过绘制成条形图 除了89突一起绝成之外 其他车的垂穿差距没有太大 但实战中各弹药的击穿率和后效差距明显 装填时间排名 T5 AMB的7.5秒仍然处于相对劣势 处在于第13及倒数第3的位置 在这个分房中 锅盖头装填普遍偏慢 下图是排名挑衅图 T5 AMB与全排的差距较为明显 实战中 T5 AMB确实需要把握先手机会 否则很难比对手先开出第二炮 而扶脚则无需再做出对比 灵活性方面 最采用电动炮塔 但方向机仍仅有15度每秒 一般建议车体辅助炮塔转向 高低机更是只有可怜的4.5度每秒 但是比2S25M章鱼隔了3.5度每秒 还是稍微强一点 该车方向机高低机 接受成员组等级影响 方向机排名 T5 AME的15度处于倒数第一水平 实战中 一旦被伏击或绕侧极难反应 看到调性读 该车的方向机只有第一名的一半 辅助设备方面 该车具有双吻 官方写道双吻仅在35,000米每时以下可以可靠运行 而实战中并未发现有双吻失效的情况 有激光刺距仪 在远距离对炮中优势极大 虽配备夜视仪 但现在8.7完全无用 因为现在的夜战需要手动开启 而且最低权重为10.0 并无这神像 炮径为固定8倍放大 辽聚视野为9度 几乎毫无黑边 对显较为舒适 车掌性为固定5度 瞄具视野为15度 一般情况下用不到 因此一般用第三人称和望远镜锁底 个人习惯 配备烟雾发射器共8发 每轮发射2发 及一共可发射4轮 在历史的点内 接近模式中 每2发烟雾弹装填时间为8秒 具有ESS引擎烟雾系统 装填速度为1分40秒 具备火炮支援冷却时间2分钟 副武器为12.7毫米德士卡高射机枪 和7.62毫米PKT同轴机枪 这只卡的待发弹药为300发 射速为600发每分钟 具有-10度的浮角和60度仰角 满接装填手 重装填时间为8秒 同轴机枪配备3000发弹药 射速为700发每分钟 装填时间也为8秒 机动器方面 T5 AME全重41.5吨 690匹马力的发动机 使得该车具有16.63的推重比 每分钟2000转 有5个前进挡 前进结束为51千米时 倒车并保留苏气传统 仅有一个倒车档 后腿急速为8千米时 无双辽传动 不止时中心转向 毛子官网的评价是 机动性仅次于小米1 嗯 看到前进结束排名 T5 AME的51急速 排名第10相当重优 值得一提的是 急速第一和倒车第一 都是代应 而的倒车 副8度的倒车 在同级处于倒车第一 只让T5 AME 在打伸缩时 处于绝对劣势 好就好在 同级大多数的倒车 都不理想 且副8度远比 T7R的副4度的 永不后退强得多 16.63的公众比 也并不优秀 排名同样是第10 但长距离转场 仍能和酋长 拉开不小的差距 生存性方面 该车为四人成员组 及配有装填手 T5 AME的手上 为复合装甲 分为100毫米 均质机甲 和厚度为30毫米 的杂质均质装甲 轻角均为59度 我们依据UP主 酷撒的幽灵视频的方法 对其手上进行测试 可以发现在 复合装甲覆盖的区域 手上对短杆针针的等效 为333到360不等 对装药弹的等效 为360到380不等 对长杆针针的等效 为230到245不等 对破甲弹的等效 为430到450不等 例如3BM25 无法击穿 手上复合装甲区域 但手上手下连接处 拐甲部分可以击穿 手上上部分两侧 被击穿时 皆可造成杀伤 再看同级防 其他动弹弹对写的杀伤 除了122 3G的二旗弹 T62的3BM3 和它自家的3BM25以外 其他同级防动弹弹 皆可对T5 AME的手上 进行击穿 因此 T5 AME在同级防的手上 和T62 AV情况类似 但T5 AME手上对下的 装甲碾压更好 尤其是对装腰弹 手下部分 手下为倾斜脚为 56度的100毫米 菌制缸 虽然后面还有一个 36度的20毫米 底盘菌制缸 但并不为其提供装甲防护 因为前面是空的 对短杆针针的等效 为250毫米 对装腰弹等效 为295毫米 对长杆针针针等效为171毫米 对破甲弹等效为195毫米 因为对装腰弹的等效较高 BR412D等装腰弹 无法击穿该车的手下 炮塔部分 T55 AME最显著的标志 就是炮塔两侧 多了两个眉毛 而这两个眉毛 为T55 AME提供了 非常卓越的炮塔两侧防护 眉毛细55 或60 或80毫米 菌制缸装甲 其末端位置 算上机甲 对短杆针针 等效为362毫米以上 对装腰弹等效为400毫米以上 对长杆针针 等效为295毫米以上 对破甲弹等效为345以上 然而T55 AME不能定点外头的最大原因 在于其靠近炮栓的炮塔装甲 未得到眉毛的覆盖 即可被绝大多数的弹种击穿 仅有部分装腰弹 可能不会击穿 顾不做等效击穿 而且炮塔正后面 即弹药架 被击穿炮栓两侧 可能会因为弹药架被击中而被带走 好在炮塔后面的弹药架 是第五弹药架 弹药只待22发左右时 炮塔后部是没有弹药的 因此实战中 被击穿炮栓或两侧时一般能够存活 侧面为全方位的80毫米军式缸 该车具有8毫米橡胶装甲裙板覆盖 裙板中间间隙位置 具有4毫米的倾斜结构缸 这使得T55 AME 在面对小口卷的击炮车时 侧面摆个角度仍有一定的防御力 进入内构 我们从敌人的角度正对来看 即正视图 车体手上后面左侧为油箱 第一弹药架在油箱的后部 即使油箱被击穿不炸 也可能因为弹药熏爆而被带走 驾驶员 炮手 车长 在车体右侧一条线上 如果对面打到手上 右侧偏上的位置击穿 则大概率昏迷三人 由于炮塔三人距离太近 侧面被打击炮塔中侧 也大概率被带走 但奇怪的是 实战中 该车被一炮带走的概率相当低 甚至还有还手能力 反杀对面 该观点偏主观 请各位观众 根据实际情况和个人体验进行分析 来到贴草 一般贴草建议将两片横草贴于眉毛 靠近炮栓的位置 剩下三片草 覆盖手上手下连接处即可 剩下一个位置 可以摆上挂件或者抱枕 如果你的敌人是T5 AM1 请注意 如果你的主力动能弹 能稳定击穿T5 AM1的手上 请击打正视图 右侧偏上部分 或左侧中间部分 因为第一弹药下排列顺序为自下而上 如果对面正在卖头 或者怕一发带不走 可以瞄准炮塔靠近炮栓的脸颊部分 但千万不可击打眉毛位置 如果打击T5 AM1侧面 请毫不犹豫打击炮塔和车体的中部 即便带不走炮塔内的三人 也可坏炮栓或击中侧面的弹药下 经济方面 在现版本有高涨的情况下 T5 AM1的研发收益为642% 银食收益为600% 历史模式下 最高维修费为3312银食 阶级则为3039银食 如果T5 AM1仍处于8.7群众 个人叫推荐用它来开线 尤其是圣诞打折的话 推荐入手 配合苏系冷山队列 还可避开10.04顶群众 开线也有良好的游戏体验 队列推荐 T5 AM1 T5 AMD1 685工程 435工程 BMP2 风暴S IT1 石头盒 T62 米格15-4 ISH 如果有的话 米格15-4 米格24V 总结 优点 一 手上和炮塔两侧为复合装甲 在机动 趴坡 电脚度时 具备魔法能力 二 无明显短板 三 弹种丰富 炮射导弹收益高 四 同时拥有激光测取仪和钢针 五 对列齐全 开线 游戏体验两不误 六 避开10.0魔鬼群众 七 大壮丁概率小 班长时对下碾压强劲 八 配备烟雾弹和引擎烟 关键时可能保命 缺点 一 扶脚较差 复杂地形作战能力较差 二 刚针磊弱 三BM25 作战效率不佳 三 灵活性倒数 方向机和倒车都是同权中最慢 四 装填慢 难抢到第二炮先手 五 导弹具有惯性 上手难度变高 且使用条件变苛刻 六 防护依靠魔法 对上抗压极差 七 没有突出特点 娱乐性打折扣 八 不知道圣诞性打不打折 但是我是云站买的 打法分析 一 向战 利用启动扭车体 借助双尾 优势在对面戏苗时抢先手 二 潜拨后 电小度外手上和炮他两侧 前后短伸缩 利用激光测距 钢针和导弹 远距离对炮 三 在有队友 有能力守住侧翼时 向前推进 尽可能推战线 这车不擅长打死防守 好 T5 AM1 单车的全部数据 我们已分析完毕 应该是够详细了 下面进入实战环节 サブチェック 真的好 我遇到 bonded人很少 是成功了 一场 一场 沒力儿 五百 六層 三 六層 六層 六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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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 啊啊 算了还是换个刚刚就稳妥一点 诶我导弹呢 诶 你怎么打个侧面不打打我炮栓 诶 诶 哇又是炮栓 又是炮栓 好好好抓着我炮栓不放转 诶 坏了左边隐形声至少三个人把我 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 哎呀 好 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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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